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因为待会要赶路啊 所以今天早点跟大家分享 那个今天呢是2020年12月10号星期四 那么今天这个语音的标题叫 岂可轻易适人啊 也就是说有句话啊 国之重器 啊等等 就说你的实力啊 不不其可啊 怎么可以轻易的展示给对手 展示给敌人呢 就是这么一个话题 这是我有感而发啊 因为昨天在其他的群里面啊 看到一个群友啊 提出一系列的语气类似于质问 那本人自称发心是好的 我就想了解一下 究竟有没有实锤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究竟为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啊 一系列我们说属于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 其实呢 这些问题啊 在长洲会讨论会议之前啊 这五百天里面大家是不断的找答案 而且找到了答案 已经通过不同的方式啊 分享给大家了啊 如果你用心的追踪这一系列的啊 东西啊 你自己心里早都有答案了 那么到了此时此刻 长州会议啊 大家都用不同的方式 找回了信心啊 会议也凝聚了共识 就像这个泰哥说的 不存在不同的声音啊 只有一种声音 那就是啊 归来的脚步声 是吧 有很多事情啊 为什么不能说啊 有些事情我们说过了 不想重复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正因为啊 这事啊 我们不扯那么 故弄玄虚的啊 还是给大家讲故事 讲故事 先讲一个比较 讨责的故事 好不好 说的是 四十年代啊 四十年代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结束之后呢 我们人民解放军 就该部署三大战役 辽省战役 平津战役 和渡江战役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这个这段时间 就说是我们当时的 北平地下党的 某个年轻的领导人啊 某个年轻的领导人啊 他呢 作为一个我们地下党的领导人啊 也做了很多工作啊 付出了艰巨的努力 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眼看革命要胜利了啊 他也在努力的泡妞 这也是正常的嘛 而共产党也是人呢 是吧 他当时一个女朋友 女朋友是个富家千金啊 一直瞧不上他这个穷学生啊 你说我们这位 早期的领导者嘛 也是两手抓的 一手抓革命 一手抓爱情啊 革命抓得很成功 但是这个泡妞 一直是不成功 因为这个富家小姐 始终就看不上这个穷小子 尽管你如此有才干啊 如此帅 怎么怎么的 就是看不上你啊 看不上你 那么呢 这位小领导呢 为了 为了让这个 他心仪的女子啊 看重自己吧 就包入了实力啊 某天约会的时候啊 就说你现在别瞧不起我 你听听 咱北平城周围 笼笼的炮声啊 人民很快就要 解放这个城市 而我是在 战斗的前线 我们共产党的地下党的领导人 我叫什么什么什么啊 我的代号什么什么 然后这位女子不露声色啊 接下来的故事呢 就是我们 北平地下党的党组织 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巨大的破坏 这个故事啊 是有史可查的 大家百度上都可以找到啊 因为前几年 我们国家的谍战拼啊 谍战题材的电视剧 尤其像这个 安战啊 潜伏啊 流行的时候 有很多这些历史的 故事啊 浮出水面 大家都很感兴趣啊 这个余泽成的原型究竟是谁啊 这个那个的 然后就有很多真实的故事 我刚才讲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兄弟们 你为什么要暴露你的身份呢 有合作 我们知道就好了 为什么要在群里面 明明白白地展示给你呢 你又是谁呢 你相信就等就干 不相信 沉默地等待也好 不要这么啄啄逼人的 要求别人给你亮证据 是不是啊 昨天我也 听到一句话 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啊 说的是 我们国家一位优秀的 军事领导人啊 叫韩仙楚 韩仙楚 说他的故事啊 就他曾经啊 在革命胜利以后啊 有些场合很多就问他 你们共产党不断的打胜仗 你韩将军 你不断的打胜仗 你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啊 韩将军是这么回答的 作战的秘诀啊 很简单 就是让对手 不知道 我有多厉害 我在作战的 胜利的秘诀 很简单 就是让对手 不知道 我的厉害 那我们 中华民族 是个智慧的民族啊 智慧的民族 尤其我们讲老庄 孙子 这个子除了孔子 还有一个叫孙子啊 孙子兵法 是世界第一部 也是 No.1的啊 军事著作 总共解就13篇 是不是啊 总共就13篇 但里面很多哲理 不断的启发后日 不断的 让我们民族 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场合中 战胜敌人 壮大自己 他们说啊 孙子兵法上 总结出的一句话 叫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或者叫知己知彼 百战不胜 那同时呢 孙子兵法也讲过 兵者鬼道也 兵者鬼道也 这鬼就是阴谋诡计的鬼 就是作战 是要讲阴谋诡计的 怎么个鬼道呢 后面他进一步阐述的 不能 而是之不能 用而是之不用 就是说 我能的时候 我要装逼 我要装怂 让别人以为我不能 我要用这个的时候 但是别人以为我不用这个 就叫 现在的说法叫战略忽悠 战略忽悠 我们 央行的数字钱包 我们央行的数字货币 我们整个大背景 是在货币战争 大国博弈 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故事啊 我们这五百多人 只是一个小插曲 这五百多天 只是个小插曲 我们记载历史的洪流中 我们 在这个浪潮上 我们在浪家上 同时 我们每一个人 又是微不足道的妻子 包括我们的钱包 也是国家布局的一部分 你了解了这些 就够了 理解了这些 就够了 你想追究细节 这是你的个人爱好 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但唯独不可取的 就是在群里面 大喊大叫的 琢琢琢瓶的 要求别人给你展示证据 展示实锤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 不会傻到 像我刚才讲的 那位 地下党领导人一样 哎呀 需要为一个一个美女啊 量证据啊 你量出来是整个同志的牺牲啊 而是革命的损失啊 啊 你脑子有包吗 是不是啊 好在我们现在大家 大多数人都很正常 看到这种问题 也就以沉默表示回答啊 我也幸好这个人不在我的群里面啊 他在我群里面 也就活不过三秒 我从来没有耐心 再回答这样的问题了 是你这五百多千 你根本就没有关心过 零了了 大据定了 去问一些五百千钱 就该问的问题 就已经有答案的问题 啊 时间不对 展示了你是个懒惰的 不思考的 依赖的啊 愣装大爷的 这么一个形象 在个问的场合也不对 问的场合非常不对 我们 这 这么多群啊 我估计有百来个群吧 因为有些老师自己 我说谢老板就将近二十个群 跟掌柜二十个群 我这也将近十个群 这稍微一数就上百个群里面 难道就没有潜伏的 经济间谍吗 完全有的啊 完全有的 多长点心啊 多长点心 你只要想想为什么 多想几个为什么 答案 不言自明啊 答案不言自明 你如果一个空碑的心态 不需要你预设立场 不需要你相信或者不相信 你就实事求是的 都会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都会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而你所寄希望语 出一个红头文件啊 某某某某某某啊 或者是中国人民行 关于数字货币发行的通知 关于某某某某某某合作的 什么实事细则 这些我觉得有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啊 至少我们这些普通人永远都看不到 也不要稀乱去看到 看到了甚至啊 有可能是PS的讲的 要么就是我们战略出错了 为什么要找你合作 你想明白了吗 就是因为你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我说啊 我们曾经说 我们是为祖国做水场 我们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我们是不穿军装的 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不穿军装的啊 但是我们从事的是 为祖国的货币战争效力 如果穿得上 我们一定穿的是迷彩服啊 我们一定是穿的是迷彩服啊 啊 多起服装啊 是吧 以前我们的军人 叫官兵一致啊 是吧 大家都了解 从古前会议开始啊 后来三安改编 织布建载连上 我们红军三大纪律八项主义啊 其中一句叫官兵一致啊 长征祖国里有句歌词 叫官兵一致同甘苦 在五十年代以前 我们人民解放军穿的衣服啊 是领导跟士兵都一样的 这后来领导呢 就四个口袋 士兵两个口袋 后来呢 他慢慢的有了现在这样啊 一目了然的 一个军装上面有自己的名字 对吧 然后是 尖章上 壁章上还会写是 你是人民解放军 西部战区什么什么 导弹部队啊 这样的 对吧 这都是在正常化条件下了 在战争年代 不可能这样明明白白的展示 不能展示的啊 不能展示的 尼采福就是为了让敌人找不到你 但你自己心里都有方向啊 我们已经找到北了 你还像个无头苍蝇 这天 哎呀 好好啊 就这么个事扯半天 包括昨天 那个是华夏时报啊 发的全文 别的也在转载啊 我说那个文章呢 是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他是通过搅混水来搅混水啊 这个大家淡然看待就行了 他也没说你 但是似乎也点到你了 有些人还还去慌了 啊 你要感谢这种文章是有意为之的 就是要混淆普通百姓的视频 啊 拜设那么明白了啊 有些人还拿我这求证 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 再一个 你看昨天突然冒出来一个新闻 死位子的啊 那个速度又提高了 什么疫苗又几十万比了 啊 又得出结论 死位子都这么快了 再不出来 你再不出来 又被别人超过了 啊 怎么怎么的 这种言论啊 这也属于基本概念不清楚 我们要知道数字货币跟传统货币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要推出DCEP啊 核心目标是什么啊 所谓的为什么说美元霸权 一个是靠着美元的强势 二一个靠着他这个SWIFT系统 SWIFT系统靠着他的强大不是因为他的速度快 不是因为他结算速度快啊 他结算速度曾经是不快啊 两三天一个星期都有 那现在他可以快到一秒钟秒节了 他就牛逼了吗 啊 我们就需要屈服吗 不是的 大家不是在一个赛道上比赛了一斤 不是的啊 人民币数字货币跟传统的金融体系的本质差别在于是否依赖传统的金融支付系的 也就是中心化支付和去中心支付的区别 否则你用什么去逃离美元逃离美国人这个SWIFT制裁这个魔爪呢 我不走你的系统才能彻底脱离你的制裁吗 是不是 所以DCEP是需要自己独立的一套支付系统 国内我们是双层运营商业银行参与进来 八大机构参与进来 在什么滴滴打车美摊快递金融全上来 这不是本质的差别啊 只是给消费者多了一个选项 真正的本质是他在跨境支付跨境结算 国际通道上我不再受你SWIFT的约束了 说啊我们不要脱离根本啊 今天早上还有呢 还有呢 一个人连发三个截屏啊 也是 我说呀 大家看新闻也好 看政策报道也好 一定要有层次有主流啊 这个报道我们不管它是负面正面的 第一层的官媒啊 就是新华社 中共中央直属的标 人民日报呀 新华社呀 CCTV呀 是吧 第二层的各地的党报 这是正规的宣传渠道 第三层 网易啊 腾讯啊 什么财经啊 这些网络媒体 他也分三六九等的 名不见尊传的 甚至是人人都可以编辑的 什么今日头条 包括脑袋那个头和那个投资的头 都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B世界啊 仅限于了解B权的事情啊 这是首先要知道 你的重点应该放一些 首先这个信息是真实性 可靠性啊 第一啊 其次才是好坏 再一个呢 今天这 这个人先发的三货截屏呢 就是有人很貌似高明的 我提三个问题啊 第一 你这数字人民币能买黄金吗 第二 能买外汇吗 第三 能怎么这个内容吗 我又引用了一个 居然是说是央行 某处长说了啊 数字人民币啊 不能买黄金啊 不能买外汇啊 怎么怎么定啊 结论就是啊 你连这个那个的货币的基本功能 你都实现不了 你怎么号称要替代人民币呢 你不就跟粮票一样的吗 是吧 我就不知道你转发这样的垃圾信息 有一点用吗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假信息 知道吗 是个假信息 对吧 因为我们亲戚的记得 10月23号啊 牧所长跟那个澳东澳组委官员科普过 人民币货币啊 数字人民币那两个多小的视频完之后 那接着又在外谈金融峰会还有其他场合又登台做报告 单独了被报道出来的有片段式的啊标题都已经写明了啊 人民币数字人民币是可以购买黄金可以对外国外汇可以的啊 这些人是首先说他不可以然后说因为他不可以所以他就是粮票就没什么你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盯着一个假的消息然后还 嘎巴嘎巴的哎 这样人很多啊这就属于自己证明自己是傻逼的一种行为啊 为我希望你要么就傻傻的别去关心那么多要真关心啊就别下关心啊 有些人呢 就像那个苍蝇啊 史克朗啊 他是物种的不同啊 所以他胃口不同是吧 正常的是啊 牛吃草啊 蜜蜂采蜜 哎 有些呢是靠着排泄物生活的啊 那史克朗他就要吃食 苍蝇就在粪堆里 是不是 这么多 严肃认真啊 这个央商数字货币 他有官宣渠道的 对不对 他是由 人民银行发行的 你首先要关注 央行各级干部 各级领导 你到牧所长 他们是怎么说的 然后正规的媒体怎么报道的 怎么还 胆敢出现个说他不能这个不能那个 领导已经说了能了 在假信息机构上才发表各种感想 还展示自己多聪明 你除了证明你就是个吃屎的货 你证明了什么了呢 啊 有的还在那做合适了 哎呀 我们群里要言论自由 我们不要只听一种声音 你恶不恶心啊 啊 你家里面 那厕所跟厨房 都是通着的 啊 一个公共厕所 你公共场合 你可以随地的大小便呢 这就是你要的 所谓的 啊 公平言论自由吗 这种自由有艺术吗 让傻逼 你展示这种的自由 那你还有追求清新空气的自由吗 我们讲啊 人是要讲慈悲善良 要讲宽容 但你不要到了相臭的不分呢 是非的不分呢 是吧 有一种善良叫伪善啊 你就是不分 是非的 普惠式的 哎 其实 你这种所谓的行善 所谓的宽容 是助长了这些坏人 助长了这些害丑 最后结果 是伤害了 广大无辜善良的 普通人 所以别标榜自己 有多么高尚了 不要用所谓的提供一个 什么 开放的啊 宽容的言论自由 打着这样的旗号 给这些 使客狼们 提供生存空间 好吧 今天呢 就简单的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还是祝各位 心情愉快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